問一下月中大哥 可是這一次 因為貿易戰的影響 剛剛講十八號 中國內部要公佈這一季的GDP 很有可能創下這一個三十年來的新低 那中國內部 還有一場金融危機跟金融風暴可能惡化 是目前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銀行的部分 我們看到現在中國有很多的銀行 除了之前節目 我們已經講過曾經被接管的 那還有很多沒有到被接管程度 可是事實上呢 他的這些經營方面也出了很大問題 所以現在在中國的網站 比如說他上這個阿里拍賣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資訊 中國銀行的股權 就在這個拍賣網上上拍賣 那這個拍賣是怎麼回事 阿里巴巴的拍賣網 可以拍賣小銀行的股權 對他基本上就是等於一個法拍網站 這台灣其實有類似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這些其實都是所謂的法拍 也就是說我今天我可能因為欠了一些錢 不見得是銀行自己 有可能是我 但是我持有某一家銀行的股權 可是我破產了 那我現在現有的資產 就是我握有這些銀行的股權 所以法院就把它拿來拍 就跟我們的法拍屋類似的道理 那拍賣到銀行股權這樣子 對 所以你看到我就隨便抓了幾個 那我那些金額太少了 因為有好幾千筆 好幾千筆 對好幾千筆 我就只抓一億以上的 一億人民幣 大家聽清楚一億人民幣 而且我故意呢就是不同的地方 譬如說我們看到左邊的這個字有點小 他是海南的銀行 然後你看他這個是有三億六千萬股 然後他要賣多少賣五億多 好拍賣價五億多 對好那可是他這個已經流拍了 上面有寫 已經就沒有人要 好那右邊的這一個呢 好這個是天津的農村銀行 也是一樣要也是一億多 但也是拍賣結束了 這個還比較好一點 他還算是有人買 所以他有個拍賣價 好那再往下看 這左邊的這一個呢 是北京的銀行 那也是一樣 這個都已經是流拍了 然後他拍賣價喊兩億多流拍 對 那這個也是小銀行嗎 對右邊就是杭州的 對也都是小銀行 杭州的這個公司他所持有內蒙古的銀行 哈哈就有一個公司他可能缺錢 但是他持有了內蒙古一個小銀行的 其中一些小股權 是 然後這種小銀行的股權 而且股權不小 你看他其實很多股 對 但是因為他也沒有掛牌 所以他的股權並不流通 對 但是他缺錢他就拍賣 沒錯 那以這個案例來講 他要拍兩億多人民幣 是 啊也流拍 對也流拍 好好說 而且這已經是二拍流拍了 那就跟法拍一樣 一拍二拍三拍四拍五拍 那每一拍可能價錢就更低 所以你看我剛剛舉的四個例子 你看由南到北 有北京天津 有海南島 連內蒙的都有 所以他現在已經是全國性的了 已經不是說單特定地區 你在法拍完買得上 不稀買得到不稀奇 好那我為了要看這個資料 哎你沒有註冊他也不給看 所以我知道想辦法註冊淘寶 註冊淘寶的這個賬戶才能夠進去看 這個資料 哎進去也是要關鍵字 就打銀行股權 然後你也可以去拉你 大概有多少金額 他就可以幫你過濾出來 也都是隨便就是幾千筆 好所以你看這時候就隨便抓出來 這都是一大堆拍賣的銀行的股權 對就是拍賣都是這樣子在拍賣 所以說呢 目前到底面臨什麼問題 讓這麼多銀行這樣子 你看光在網路上 如果沒有透過這些管道 我可能私人去找買家的 還不曉得多少 所以我就找了一下 基本上他銀行會有這個問題 不外兩個問題 一個是中國的監管的這個問題 他現在要要求兩餐一控 什麼叫兩餐一控 我指的是說 今天我是個法人 我要去投資某一家銀行 兩餐就是我最多只能投資兩家 餐股指的是我持股不低 不高於50% 我只有投資 我沒有主控權 那控一控就指的是 我有主控權了 所以也就是說 我今天是個投資機構 我最多只能同時投資兩家銀行 可是我如果能夠操控 某一家銀行 我最多只能一家 好那變成說 我以前可能投資了很多家 我現在都得吐出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所以造成一個賣壓 那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最現實的 就是經營不散 經濟在往下滑 而且你可能寒價兩億的股權 結果發現他根本沒有資產 都是負債 那你花兩億買一個兩億負債幹嘛 神經病 這到底是一種情況 我們等一下看到一些例子 就不是這種情況 來我們先看一些整理的數據 所以就我剛剛說的 在阿里的拍賣網站上 至少三千筆 然後而且跟去年同期成長了三成 哇你看這個數字很誇張 更糟糕的是居然七成流拍 哇你想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而且更重要的是 也是我們以前提過的 五月底的時候 這個包商銀行被接管了嘛 結果因為他接管之後 哇這個拍賣就大量出來了 從五月底到現在增加了 居然高達一千四百筆 都是小銀行 都是銀行在賣 對大部分都是所謂的農商銀行 就是鄉下地方 根據農業的 或是鄉村的這些比較小的銀行 大銀行當然是不會 因為大銀行如果我有上市上會 我當然就不會是這個管道 因為小銀行沒有公開發行嘛 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 好所以你看哦 當然這個拍賣的 就是我們抓到一些實際的例子 你看到這個浙江的這個銀行 拍賣的價格五折了 還沒有人要 好那另外的這個呢 也是一樣打八折沒有量 可是接下來你看到 接下來這幾個例子 其實銀行是賺錢的哦 如果說高寧官說的 我這個銀行是賠錢的 沒有人要那很正常 可是你看到實際上還是有例子 他明明賺錢 一樣沒有人敢接 因為他的帳上賺錢 搞不好股子裡賠錢啊 帳可能是假帳啊 對對對所以你在看到下面的例子 實際有成交的 有的打了三折 打了七折 有的打了對折 所以你看到沒有賣掉的七成 就算有成交的也很慘 好那其實中國自己官方 你看到這個是中國的人行 他們自己出的報告 才去年他們做了很像歐美國家 常做的所謂的壓力測試 好測出來之後呢 你看哦 4000家金融機構居然有420加4 所謂的高危險機 好 那而且這比例很高 而且這是去年的數字 今年會更慘 今年絕對會更慘 所以人民幣不要亂買亂存 好那更大的是 中國央行做的這個報告 就還不准人家報 所以你看到下面有框起來這個 本來是有媒體引用 你人行公布這個資料嗎 那我就公 就在我的網站 在我的報紙上 跟結果不行 下令全部撤掉 所以你看到這個證券時報 居然還出來 登一個道歉歧視 說對不起我登錯了 明明是人行公布的資料 結果不准人家講 你看這背後的問題有多可怕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